大家好,我是Gary老师 今天我跟大家讲讲 There'll be句型 There'll be句型呢 实际上这里算是给五种句型 打个补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上一次 讲了五种句本句型之后 实际上呢没有提及 There'll be句歌 原因就是 这种句型 跟五种句型 是有结构上的差异的 我们的五种基本句型 它是因为 位于动词 是前面的 足语发出的动作 而这种句型 There'll be句歌 它是一个道状句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单独 拎出来 补充说一下 再讲这种句型 之前 我们把简单句的五种 基本句型 先复习一下 因为 There'll be句歌 这种句型 跟五种基本句型 实际上呢 它合在一起 它是六种句型 它实际上是五种 基本句型的 之外的另一种 我们为了完整起见 我们把前面的五种 这本句型呢 稍稍地复习一下 第一种句型 主谓几个 主谓几个呢 它就是 主语加不具物动词 subject 叫intransitive verb 比如 I apologize She is sitting there 动词 就是sit 像这个动词 就是apologize 光光汉 后面没有一遍 Why did he cry 没有一遍 sack 是不具物动词 所以这种句型 它的共同特点就是 位于动词 是不具物的 后面命定 这本书插透了 真逊 真插 这个sack 这个sack 这个课语当中 经常用 第二种句型 主续表几个 就是主语 加联系动词 加表语 表语 联系动词呢 我们叫b动词 或者叫link verb 表语呢 叫predictive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We are students 它的表语呢 是名词 第二个句子 The man is nice 它的表语 是一个adjective 形容词 第三个句子 例句 The teacher sounds good 那个老师听起的不错呀 那么 这个主续表几个当中 用的形容词做表语 它的这个link verb呢 是sound 当然这个sound呢 它还有其他的用法 名词是声音 动词 节目动词 还有把什么什么弄响的意思 比如讲 sound the alarm 把警方弄响 它是节目动词 在这里呢 是一个联系动词 就是听起来 是什么什么 声音是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联系动词呢 它后面 联系动词 它的通常的特点 就是后面呢 跟形容词做表语 构成主细表就各 这个句子 the food tastes delicious 食物品尝起来 味道是好的 好像是美味的 这也是形容词做表语 这个taste呢 品尝起来是什么什么的 也相当于一个m is is 就好像the food is delicious 那么这个taste呢 它的意思叫品尝起来 是什么什么的 我们如果把这个taste呢 作为另一种用法 比如讲 某人品尝什么 那个taste的意思就不同了 比如讲 Gary tastes the food 或者是Gary tasted the food and found that it tasted delicious 这个句子里面用taste用了两遍 头一遍里面那个taste呢 就是一个 几乎动词 主维冰几个 Gary tasted the food 后面名词做冰语 现在这个句子 the food tasted delicious 在这里taste delicious 这是主细表几个 第三种句子 主维冰 主语加几乎动词 这几个例子 都是主维冰几个很清楚 第四种 主维双冰几个 主语加几乎动词 加somebody 是人的 叫间接病语 something 是事物的 叫逐渐病语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she showed me a picture 这个句子还可以说成 he showed a picture to me 第二个例子 we finally found him the key 这个句子也可以说成 we finally found the key for him 指人的间接病语 指人的间接病语 可以一种是可以借助于 to 把人 放在这个直觉病语后面 刚才第一个例子 就可以说成 he showed a picture to me 第二种呢 可以借助于 这词for 把指人的间接病语 往后放 we finally found the key for him 我使得两个点心的例子 最后一种 主为兵 兵补几个 是 主语加急语动词 加兵语 再加兵语补足语 这样的一种格式 我这里有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he asked me to go there 这里是用了动词不定识 做兵语补足语 还记得什么叫兵语补足语吗 兵语补足语 就是 在兵语后面 补充说明兵语的动作 或者是身份 或者是特性的 这里我用的兵语补足语 都是用的 表示动作的 这个兵语补足语 你看 这里 就是他 要我 去那里 这个去那里 谁去那里 我去那里 也就是说 这个动词不定识 做兵语补足语 是补充说明 兵语 我 所做的动作的 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they watched him play the guitar 他们 看着他 弹吉他 那么 谁弹吉他呢 him 这是兵语 兵格嘛 像这个 是不带兔的 动语不定识 做兵语补足语 也是表示兵语 所做的动作的 那么 watch somebody do something 当然也可以说成 watch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他们是有区别的 这里 用 不带兔的 动词不定识 做兵语补足语 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是 兵语 做的这个动作的过程 如果你说 playing 这里呢 就用了现代分词 表示兵语 正在做 你在看的时候 他正在做 比如讲 他们看着 看着他 在弹 的他 那么 第三个例子 I felt something moving on my back 那么这里 就是用了一个 现代分词 做兵语补足语 表示动作 正在进行 表示兵语的动作 正在进行 就是我感觉到 有东西 正在我的背上动 这个也是 表示兵语的动作的 最后一个例子 I will get it down soon 那么这里 it是一个兵语 down 是一个兵语补足语 过去分词做兵语 过去分词做兵语 它是表示的兵语的 表示兵语的动作 兵语和动作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被动关系 就是我要 让这件事情 被做 I will get it down soon get something done 在英语当中 在可语当中 用的非常多 get something done get my hair cut get the car repaired get the car fixed 等等的 都是主卫兵 并不及格 用的是过去分词 做兵语补足语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五种基本句型 如果要用 并立连词 把简单句和简单句连起来 它就成了并立句 如果用重塑连词 那并立连词连起来 连两个简单句 就成了并立句 重塑连词 连两个简单句 它就成了复合句 或者叫复杂句 一般的 重塑连词 所在的那个 叫重句 像这个 这个就叫重句 如果把重塑连词 放在前面 前面那个就是重句 那现在 这个前面 这个简单句 就是主句 后面就是重句 主重复合句 或者叫复杂句 这些呢 都是按照结构 来划分的 另外 如果我们按照句子的用途 说话的目的 或者语气 来划分句子 句子也可以分为 承受句 一般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 起始句 感叹句 这五种句型 所以两种分类方式 不能混淆 前面那种 简单句的五种资本句型 那是按照 简单句 并立句 复合句 是按照句子的 结构的复杂的程度 难易的程度 来划分的 这里呢 是按照句子的 说话的目的 你是想问人家问题 还是告诉人家一个信息 告诉人家一件事 那就承受句 你想问人家问题的是 疑问句 你想请求或者命令 对方去做模式的 那叫起始句 你想表示一种感叹的 叫感叹句 所以它是表示 不同的说话的意图的 那么我们这里达的补丁 是第六种句型 因为它机构上很特殊 一般不归入简单句的五种基本句型 我们来看一下 there be 机构 我们把它说成 是第六种 或者另一种重要的句型 第六种 这种句型 它的机构是这样的 there be 加主语 再加地点状语 这样构成的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什么什么地方 有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有什么什么人 是这样子的 看一个例子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桌子上 有一本书 so there be 合在一起 把它理解成有 这个 there 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 there是一个引导词 然后这个像这种句子当中 a book 是主语 is 是 we 倒过来了 主为 倒装了 这种是倒装句 再比如说像这个 there were two students in the room yesterday 昨天 这间卧子里面 有两个学生 那么这里 你看 two students were 倒过来了 先说动词 再说主语 正常的英语的正常语 应该是先说主语 再说动词的 像there be 几个 是一个倒装句 天生的倒装句 there呢 不要把它一层 not 不是这样 我们把there be 看成是一个整的 叫做有 有什么什么 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 才用这个 一般的后面读 有什么地方 看到没有 on the table in the room 在什么地方 在句子的末尾 它用于 弥补一个 什么地方 有什么东西 不能用have 来说这种缺憾 我们一般来说 某人有什么 我们用have I have a car He has a house 等等 这个表示 某人有什么 用have 但是你什么地方 有什么 桌上有一本书 你说the table has a book the table has a book 不行的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 一定要用这种 就行 那么这种是 倒装句刚才讲了 足语 位于 位于动词 必之后 there为引导词 这个概念记住 那么这个there 没什么实际意 必须跟后面的足语 在人称和书上面 保持一致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 is还是are 要看后面足语的 你后面足语 a book 是单数 当然是there is 不能用there are的 再比如这里 two students 足以是复述 用there were 不能用there was的 还有there be 机构 还有时态 和情态变化 像这个就是 might 是情态动词 there might be someone in the car 汽车里面 恐怕有人的 这是情态动词 表示说话的 情感态度的 它这是一种猜测的语气 说话的语气 有点猜测 可能 或许 所以这里呢 there might be someone someone是足语 像这个呢 就是 一种 问句 there be 机构的 问句 are there any chairs in the room 这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 椅子呀 no there aren't 或者是 there aren't any chairs in the room 简略回答 there aren't 那说完整 你就按照前面 这个说完整 一般呢 就简略回答 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 我们有 there be 机构的 问句 怎么用 回答 怎么回答 there be 机构的 常见的 形式 过去有什么 我们用 there was there were 现在有 there is there are 过去一般 现在一般 将来一般是呢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or somebody there is or there are going to be 如果用 there be there will be 那后面 足语 不管单数 复述 都是there will be 如果用 there is 或者there are going to be 这要看后面的 足语是单数 或者复述了 如果足语是 单数 那么用there is 后面的足语是 复述 用there are going to be 什么 那么它的现在 完成是 there have been 如果足语是 单数 那么there has been 可能有 there might be 肯定有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过去肯定有过 什么 用there must have been 过去曾经有过 there used to be something 似乎有 there seems there seems there seems to be 在看后面的 足语 以及用什么 时代 如果是过去 使用这个 如果是 现在时 足语是 第三人生 单数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如果 现在时 足语是 复述 那么there seems to be 同样的 碰巧有 there happens there happens there happens to be 跟上面的用法 也是一样的 就是要看它的 足语 单幅数 以及时态 there有几个 有一些 变形 也就是说 那个be 有的时候 不用be 用live stand come go lie remain exist arrive 等等动词 我们来看 几个例子 long ago there lived an old fisherman in the village by the sea 很久很久 以前 在海边 住着一位 在海边的 一个小村庄里面 住着一位 老渔夫 老渔民 there lived 这里就用了 there lived 曾经住着一位 再比如 there you go 这个课语当中 说的挺多的 它的意思 要根据上下文的 就是你前面 你是在什么语境当中 在谈什么事情 假如 你回答问题 回答对了 there you go 你说对了 假如你做什么事情 做得很好 别人说 there you go 你做对了 还有呢 有的时候 你这个老一套 给别人来老一套 别人说 there you go again there you go again 你又来这一套了 还有呢 哦 原来是这样 there you go 哦 原来是这样 就是恍人大悟 就是说话人 表示他 恍人大悟的意思 here you go here you go 可以表示 no 给你 也可以上去吧 开始了 开始吧 here you go 根据上下文 here we are 我们到了 或者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也根据上下文的 here we are 一般的说here we are 我们到了 there goes the bell 铃声响了 铃声响了 there remains just a few dollars 只剩下几块钱了 几美元了 there stands or there goes a tall pine tree before the house 在房子前面 遗留着一棵松树 there exists some ancient customs in the village 这个村庄啊 还存在着一些古老的风俗 所有的这些动词 它都不是there be 像这个here用here 这个地方用here 它就是there be机构的句型 there be机构的变形 它的变形 也可以把它 就是把它归到 there be机构这一类里面去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呢 很简单 意义在说明 主为一字的 主语 是单数用ese 主语是复数用are 像这个there will be 这个主语不管的单复数 都是这样用的 就是说 the man says there will be a hurricane tomorrow 如果说two hurricanes 还是there will be two hurricanes 像这个呢 用are 但是为什么呢 它的主语是复数呀 there was only one buffalo in the village at that time 当时那个村庄 只有一头水牛 像这个地方 主语是单的 所以这个地方用was there must be used to be happen to be 这个三个呢 因为它是be 跟那个前面的 there will be 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主语随便什么 这个都是这样的 都是be后面 主语不管单复数的 都是这动词 都是这么用 最后一个 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ges in the city recently 最近 这个城市里面 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那么这是 there will be 几个的 现在完成时 它的主语是 great changes where you呢 是have been have been 它是 现在完成时 如果这个 主语是单数 这个地方用has been 不用have been 因为它这个地方 用了一个时间 recently 所以呢 用现在 recently 是一个标志 经常用在 现在完成时 我们最后 还有几个小练习 像这个是一个 你看是一个问句 所以我们要填什么呢 is there any bread on the plate is there any bread on the plate 那么像这个 为什么用is呢 因为bread 不可说明是看成单数 后面回答 yes there is 像这个呢 a pen and two pencils 虽然有两样东西 看起来是复述 there will be 这个有一个规定 跟必须是靠得近的这个 如果是单数 这是个经常用there is there is a pen and two pencils in the pencil box 如果倒过来说 那就要说成 there are two pencils and a pen in the pencil box 倒过来说 虽然句子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 跟这个 动词靠得近的这个 足语是单的 那么就是is 跟动词靠得近的这个 如果是复述 那么there are 再看这个句子 也是一个问句 后面这个足语 crayon 它是复述 那么也是一个问句 看到吧 这个足语也是一个问句 所以说成 要问成 are there any crayons on the book 书上面有没有一些 这个拉比 像这个上去 是个复述 所以这不是问句 就是一个 承受句 there are some trees in the 一定要注意 句时候 开这个大写 句时候开这个大写 there are some trees in our school 这个句子呢 a pair of glasses 看成单书的 要说成 there is there is a pair of glasses 一副眼睛 它的足语是看这个的 pair是单的 说实上有一副眼睛 这道题 there is there is some bread bread是单书 刚才这个地方出现过 how many watches 这个watches应该是一个 手表 有多少只手表 are there in the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超市里面 有多少只手表 这个实际上考的是一个 因为many 后面用复述 这是 there be 这个的一个特殊疑问句 足语在这里 他因为用二了嘛 所以肯定是复述 而且前面是many 这个句子呢 two boxes of rice 两和大米 两和大米 这是个复述 看看这个boxes 所以there are 所以there are 第九题 there is not any there is not any rice in the bowl 这个rice是不可数的名词 所以这个地方用 there is not any rice in the bowl 碗里没有米饭了 最后一题 它这个地方用是 足语看成是bottled there is a bottle of orange and some 你看呢 它靠得近的是一个bottled of orange some oranges some oranges 放在后面 这两个orange 历史不同 前面这个orange 是指的橙汁 就喝的那个果汁 后面这个orange 是指什么呢 橙汁 就水果了 是可数的 前面的是不可数的 厨房里面 有一瓶橙汁 和几个橙汁 它靠足语近的是一个单数 那足语一字 所以用is 如果说 把some oranges放在前面了 那这个句子要说成 there are some oranges and a bottle of orange in the kitchen 这样来说的 所以there be几个里面 牵涉到一个足语一字的问题 当然每个句子都牵涉到这个足语一字 there be几个的足语一字 有点吊诡 为什么呢 它是盗装 所以有的同学可能稍微留意 会错的 所以我们讲得细一点 这里我把这个 后面的这个地点状语 全部划出来 强调一下 there be几个 句型都是表示 一般的都表示 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东西 所以它的句目 往往有个表示 在什么地方的 这个 见识短语 或者地点状语 在后面 好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